大家好 今天是4月7日 星期三 亦是4月份第二个交易店 復活前市是亮丽 而且高收到28,938点 早市亦承接了升势 指数先行高开163点 到29,101点 无奈买盘又不足够 加上始终大市由27,505点 已经反弹了不少 所以有少少趁高回途的压力出来 结果大市在辰转反复之下 直到现在下午大概接近3点半左右 指数一度低见28,628点 即技术上跌回310点 由于指数今日反复 再跌穿20篇平均移动线 大概是28,704点 即是整个技术上断定 进一步向上走的势头 暂时取而代之 是成为一个反复等变的格局 还好下面还有一组移动线 是10天线 28,444点 暂时未失 即是指数暂时来说 是反复在50和20天线之下 但下面还有10天 100和250边线 情况有少少反复不明 但不算太差 但事实上大家要明白 由3月25日的低位 27,505点的反弹 去到今日的高位 29,101点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中期 调整之后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即是我们叫做后秋 就不是一个新的升浪的开始 这一点和一个成交金额 已经可以看到了 好像上个星期四 单日升了500多点 两例 但成交金额只是1782亿 到今日的指数再进一步高开 但成交金额始终还是薄弱 市场没有动力 升势一定是受亏限 4月份暂时过了两个交易天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指数暂时来说是由4月1日的低位 28,511点 升到今日7日暂时的高位 29,101点 即是在两天之内 市是升了590点 但要留意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应该在两个交易天子内出现 况且590点波幅 也不可能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 简单说 指数如果在月中之前 暂时没有发展上破29,101点 是真的有机会试一试 甚至跌穿28,511点 这个4月1日的低位 但这个不重要 因为始终来说 真正的浪底是3月25日的27,505点 在这个低位上 任何一个技术上的低位 只要不低过27,505 问题不大 值得留意的就是 今天一些新经济股 其实来说 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复 其实可以理解 好像腾讯上日升得这么急 美团升得这么急 今天有少少高台的反复 这是很正常的表现 因为成交金额 真的不是那么足够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今天也是4月份第二个交易天 刚才我提到 暂时呈现一个先低后高形态 但始终现在这一分钟还是月初 我们要去到4月中旬阻紧 然后我才可以跟大家说 市初步的形态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两个交易天很难定夺先低后高 或者先高后低的 往后的变数还是很大 唯独是成交禁压一直都是稀疏 就是说就算市再涌上去 都是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的后秋市 不过这样说法 由2月18日的高位 31,183跌到3月25日的低位 27,505点 这个中期调整已经回调了3,768点 单单说调整的幅度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大家今天是4月7号 星期三也是4月份第二个交易天 故事有一点反复 当然从那个27,505点开始的反弹 其实来说已经累積了不少的升幅 所以高台是有一点点的回调压力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韩生指数先高看 大概163点到29,101点 这个也是暂时今天的高位 由于买盘不足 而且乌亚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的出现 所以变成来说整个股市 就一步一步的反伏 到目前大概是下午3.30分钟的水平 指数曾经一度是低见28,628点 等于说这分钟股市是下调310点 从基础上来看 但经过今天的反复之后 由于恒生指数已经又在跌圈20天 先28,704点左右吧 变成来说整个反复不明的走势又再出现 可是这个股市的经过这两天的走势之后 暂时来说4月份的股市是一个先低后高 指数是从1号的低位28,511点 上升到今早的高位29,101点 当然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还有590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等于说在4月份信下的交易天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指数要是不能够突破29,101点的话 等于说很大的机位还是会下市 也可能是跌圈28,511点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的 因为从3月25号的低位27,505点的反弹 到今早的高位29,101点 其实内置的反弹的幅度也不少 不要忘记股市的成交一直是比较低迷的 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动力 所以变成了这个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 并不是一个新的声浪的开始 还有一点 从那个2月18号高位开始的一个中期的调整 已经说过了4到6个星期是走不了的 也可能发展到6到8个星期 当然6到8个星期不是代表股市会不断往下走 只是代表股市尽管已经出现一个调整的低位 可是不会一下子就进入一个新的声浪 所以变成来说未来这1到2个星期 股市可能还是会在整个变之中 从走势方面来看 现在比较关注的应该是10天平均移动线的支持 大概在28,444点 由于指数已经反复在50天跟20天线以下 那变成来说10天线的支持就比较敏感了 可是刚才我也提到了 因为这个月的低位是28,511点 高位是29,101点 要是指数在月中之前还没有办法攻破29,101点的话 大家应该有个心理的准备指数是会反复而下 是28,511点的 说真的在月初主要水平要是先见一见这个月的低位的话 其实对股市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先低才有一个憧憬慢慢发展成为后高的 股份方面我们看到新经济的股份 上个星期四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可是今天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反复了 可是内地的航空股水泥股走势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 所以我觉得股市的反复就是 各别一两只那个新经济股份走得太快 出现一个回调而已 整个股市基本上已经是在一个中期调整之后的一个 整个等变的技术上的走势之中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多谢观看 对 转发 感谢观看